不过这个关真的过得了吗 北检侦办黄世民泄密案 其实前提是同步就传讯了 马总统黄世民 还有江仪化 还有罗志强 外界解读呢 是检方内部反黄世民势力的大反扑 或说是用被子定兵的大复仇 海北地检署检察长呢 杨志宇就表示说 他是中华民国的检察长 曾有夫黄世民 两位长官都是曾经提拔他的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马 办案一切讲证据 过多的揣测都会影响检方的办案